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歐的妹 歡迎回來方舟滅絕 這張ELC 終於今天 我們來到了今天 講的好像 好像這是千辛萬苦終於來到這裡一樣 沒有啦就是 今天我們要來玩一下我們這個 大家是蠻期待的一個機器人 看過預告片應該都知道這個機器人 看起來多屌了吧 不過呢我覺得很奇怪哦 預告片裡面呢 有一個機器人是對抗泰坦 就是 泰坦不是很大隻嗎 我那時候看預告片 他的這個泰坦機器人 他是跟著這個 不是泰坦啦 是機器人跟著這個泰坦對打的時候呢 他是比例是一樣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在方舟裡面召喚出來 只召喚出來的機器人 怎麼感覺 縮小了將近十幾倍左右啊 為什麼啊 還是說到時候還會推出一個 可以跟泰坦相比你的泰坦機器人 就這家泰坦機器人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不叫泰坦機器人哦 我們現在這個叫做 麥克叫做M.E.K. 哦 他專門譯名是什麼不清楚哦 我們姑且就叫他麥克好了 麥克機啊 麥克 麥克雞腿寶啊 什麼之類的啊 盡量雞腿寶之類的 哦 那老頭呢 就略過了 叫 麻煩的那個製作的步驟 直接用指令把它叫出來 那給各位看一下怎麼做 他基本上不用打敗 可以那個副本王就可以獲得了 然後他這個大概從九十一等開始就可以學習 這個麥克機器人的本體 好 然後呢 這個應該也可以從物資空投 就是那個隕石空投艙啊 從那邊也有 也有機率可能可以獲得 比較高規格的這個 麥克機器人的這個原始藍圖 然後呢 這些獲得之後都是要從泰克複製器裡面製作 好 所以說 意思是說呢 那你就算你學到了 你想做嗎 你還是要從泰克複製器 好 然後這些材料呢 全部都都已經列在這個右邊了 那這需求大部分 啊 不外乎就是水晶水泥火藥啊 聚合物金屬錠 好 這邊都給你看過了 全部都是這個 一併 大不了在多個黑珍珠 啊 或者是能量是元素碎片 那能量元素碎片的話呢 初期獲得不了嗎 其實初期獲得不了 你可以去我們之前上次召喚那個偵查 偵查機器人 跟那個執行執法者 執法者他那個 他那個平台裡面那個工作台裡面是可以用 是可以用元素粉層一千個去製作一個的樣子吧 那個應該沒有意外應該是可以拿來代替元素碎片的 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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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老頭有去稍微研究一下發現的這樣子 OK 那我們呢 我們在差不多準備要召喚我們的這個麥克機器人了 讓我們的麥克機器人照之前其實還有兩樣道具老頭想要展示一下一個就是泰克橋 這個泰克橋的話呢 顧名思義就是你放下去之後會形成一個很像 可以站的一個立場平台 然後呢 他可以對接到對面 他也可以斜的 然後呢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這個更新出來的新手榴彈 哦 我不會我實際不知道他英文名啦 反正就是泰克手榴彈 而且這個手榴彈呢 好像比原本 之前找那個官方改版那個泰克手榴彈還要強 好了對了 然後還有有人跟我講說老頭 其實你現在路邊所看到這些路燈啊 其實是可以把它打下來作為材料的 那我像是這個路燈 哦 這個路燈呢 你不要看他感覺好像沒什麼屁用 哦 他是有用的 他可以拿水晶 元素粉塵 哦 跟那個廢棄物 廢棄鐵 哦 跟這個廢棄鐵可以獲得 這應該是拿去熔爐燒的樣子吧 哦 然後呢 如果你大量的元素粉塵 你打敵人打不贏 你覺得你太弱 你是個弱雞 就是打這個 哦 打這個 這應該是什麼 路燈 哈哈哈哈 路燈 哦 因為路燈烤一烤 也是可以獲得的 哦 想要收集一千個粉塵嗎 來 來打路燈就對了 哦 這是一般的石頭 這麼平坦 好不好 哦 那感覺很酷 哦 哦 哦 一次元黑洞 哎 為什麼 我這邊的恐龍 感覺有馬賽克啊 這是破圖嗎 為什麼會變這樣子 算不管了 哎 我的十字弓怎麼馬賽克 哎 我這個遊戲不是十八禁啊 你這樣子 哈哈哈哈 要把十字弓打馬賽克幹嘛啊 完了 這個遊戲 破土了嗎 等一下 沒有光講說 這是我顯卡壞掉的徵兆 我會揍人哦 應該不是吧 哎 拿去補啦 看一下 會變怎樣 吸起來 哈哈哈哈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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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知道了 知道了 會被 會被稍微真空 會被稍微真空吸 往上吸一下這樣子 啊 這個水流蛋大概就是這樣子啊 這應該如果打PVP 應該是拿來牽制敵人用的吧 這傷害超爛的耶 十五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新東西 泰克橋 這種東西呢 你稍微 只要蓋在這個 邊邊齁 我怎麼不能蓋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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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好可以 蓋好了 哇 他隨便蓋隨便連耶 可是他就只能對前方而已 你看他直接蓋形成一座橋連結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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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在側面的多蓋這樣子 第一下你在按的時候他就已經告訴你 你這個橋 噔噔噔的上下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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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某 然後或者是 轉個彎啊算了我們直接對前面好了 有沒有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橋 各位看見了沒有 彩虹橋就這樣出現了 然後到對面的話 我看一下對面這個可不可以按喔 對面也是可以按的耶 這樣一對彩虹橋就出現了 酷不酷 意不意外 有沒有 這個長度 到底能多長呢 我們現在看一下前面連到對面看一下好了 比如說這樣子 不能按 哇 居然這邊不給幹喔 顯示綠色的 太遠他不算數 好算了 沒有沒有對立點那就算了 那麥克機器人的獲得方式 老頭剛剛都已經講了 所以說我就不再追訴了 我們直接把他召喚出來 好 咱們的盆體在哪裡 麥克勒 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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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阿麥克勒 在這裡 使用 喔 喔 喔 麥克 有人說這個長得像環太平洋 我是覺得還好啦 我是覺得還好 然後一丟出來是55級的 然後 直接伸手大劍 左手拿槍 好 眼睛長值不得性 性別舞 好 挺帥的 基本攻擊左鍵 還負重 好 沒辦法齁 我現在這一隻 哈哈 欸他不會 他不會升級 為什麼 調一下好了 欸這隻是沒有經驗值的喔 那喔 這隻不會升級 這隻升級是不是要靠吃那個 元素碎片升級啊 是不是啊 飛不起來 喔 就 喔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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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就就 按一下射三下 他是消耗我左邊的那個能量欸 我現在剩下15%左右 把射完 啊果然補充是需要仰賴這個能量碎片 好了 這樣子應該夠輕了吧 我可以直接動了 喔 有了有了 欸移動速度還挺快的啊 點點點 然後按下這個空白鍵是直接飛起來 然後你會看到他這個右邊 左下角另外右邊那個紅色的 滿了 過熱之後就飛不起來了 左下 哇這攻擊力P一下600多 哇塞這個傷害很可以 哇 哇 哇塞 哇塞 咻咻咻 範圍傷害很可以 我們下一集如果有去打泰坦 我們就用這一隻好了 阿 林北用這隻打泰坦好不好 哇 哇靠被攻擊了 哇這邊居然有有 炎龍 炎龍欸 受感染的炎龍 這也太酷了吧 炎龍的羽毛 沒有想到居然有 受感染的炎龍 這也太酷了吧 別躲喔 別飛喔 賣射爆喔 有沒有中 哎呦 一下 哇可以連射 我要把石頭射掉了 這個石頭可以射掉了 這麼酷 喂 哇塞 真的很可惜 升級又不能點能力的 好算了不管了 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新的這個裝備 好像美國隊長的盾牌 然後也太好笑了吧 這到底是破圖還是怎樣啊 等一下我這個遊戲是怎麼回事 是哪裡的問題啊 我在猶豫說我要把他重開 重開遊戲 馬賽克盾牌 再放一次 果然是馬賽克盾牌 先不管了 我們看一下這幹嘛的 右鍵不是C 哇哇哇哇哇哇 幹什麼 幹什麼東西 你們很強是不是啊 這是一個AT立場啊 這是一個AT立場 這個立場這些恐龍過得來嗎 引誘他們一下好了 靠腰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LAT立場都不見了 啊我出去就沒了 他們碰到那個之後怎麼變這樣子 紅色點點是怎麼回事 不知道欸 再一次 我已經釋放出來了 然後我走出去 我走出去他就沒了 放這裡 然後攻擊攻擊他看看 嗯 過得來嗎 過得來嗎 啊過得來啊 啊這到底在幹嘛 防子彈 防止子彈攻擊 他不能防 外來者進入 是這意思嗎 好啦這次就是我們的能量盾 不管啦 好像就是一個防禦的設施 但是呢 到底有什麼鳥用的 不知道 削弱防禦 還是增加防禦 啊不曉得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這是幹嘛 按C鍵 啊我們好像是要裝子彈 對不對 子彈在身上 這好像是吃這個的 終極導彈欸 你看喔 裝上去之後 這會自動追蹤 要打對面的嗎 結果追不到那半隻生物 幹笑死 好啦這邊一大堆 來我們來玩這裡的 來來來 Fire 怎麼沒了 瞄準 Fire 完了 一下就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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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才喔 欸真的很好才 他算是一次性的 餒 他是一次性的餒 就這樣沒了 好剩下的位置都帶過來好了 大一點點 會不會負重啊 應該是不會吧 還好還好 全部放進去 FIRE 炸到自己了 碰 我還可以15發 誰要我啊 找死 找死啊 死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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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邊好了 往這邊射看看 往前飛快點 其實我覺得這個擴散射擊 沒有抓好的話就形同廢鐵 很爛啊 好才又那麼需要耗這麼大的資源 然後發射完一次就沒了 就跟煙火一樣花大錢 放出去 彈花一現 哇好美 然後後來就很空虛這樣子有沒有 空虛了 發炸了 非常好 好我們來看下一位 這個 好大的槍槍 然後他需要的子彈是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運作 哇直接過在地上 按住 哦 哈哈哈哈 太殘降臨了 他這個是有點像 類似這樣架 架防空砲台的概念 按住之後 他就直接給你架在這裡了 然後呢 看一下這隻牛龍 他好像不需要 耗 耗掉這個 能量的樣子 哇塞哇塞 敘事帶發這些 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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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邊有一隻 林北準備好了 死內 射這會不會炸到自己 不會 不能炸到自己 死吧你 來 發射 蹦 秒殺 哦 不過飛過去的距離有點慢 然後 波及的傷害大概200多啊 我這邊很多 我這邊來稍微清場一下 有沒有 秒了一大堆 這個很適合拿來就是 遠程工程 遠程砲台 有沒有 在不被受到任何攻擊之前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幹什麼 幹什麼東西 滾 別再來了 揍人了 打爆你小龜龜 非常好 好 好啦 這就是我們的麥克機器人 然後呢 所有的東西全部都講過一遍了 那麼他的製作方式呢 還是需要仰賴這個泰克複製器喔 所以說你們要玩到的這個東西 你們必須要非常的後面 然後還要打過BOSS 至少打一次或兩次 他有辦法製作這種東西 哦 那就算你有了這隻泰克機器人的藍圖 就是例如說 隕石物資空頭 打完五場 手 算是手空頭吧 五場手空頭打完 或許拿到了 但是呢 你可以做的沒有錯 但下面這些材料 好像還是只能 用泰克複製器做出來 不然的話是沒有辦法的 對 好吧 那麼今天這個介紹 也算是老頭的試玩操作到這裡結束了 那如果你對這一這個MAC呢 有什麼 有什麼想法 或是希望他之後可能會更新什麼 又或者 他是不是之後還會再出一隻更大隻的麥克機器人呢 這個我們就 不得而知 也歡迎在下方做個討論 因為預告片上面是講說 哇靠 這麼大一隻泰坦 然後多了一隻 很大隻跟他一樣 等筆聲的機器人在對打 那為什麼裡面沒有呢 留言終結者 等你來 有沒有啦 好啦 算了 廢話太多了 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下角訂閱 右下角喜歡 下方留言 或是去我的NonoLive 按個追隨 感謝各位記得收看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方舟滅絕再見面了 拜拜